11月15日 国际超模刘文及香港名模周问奇 在尖沙嘴港威商场 参加时装品牌的酒会派对 刘文表示 这次来香港只能逗留很短时间 不过尝试不少香港的地道美食 也算不枉此行 提到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七次维密大秀 刘文坦言 每次都会当作是第一次走维密 但这次再回到纽约 走秀感觉很特别 因为是被主办单位免试特邀的成员 对 那其实这一次是因为当时我在国内有工作 然后因为没有办法回去面试 那他们当时也邀请我走这个维密 因为也是知道我走过维密很多次 也认识了我 所以他们就说就OK这样 但是其实大家都说我是最后一个被通知的 其实我之前都已经知道 只是这个小秘密不能跟大家分享 说起网上有不少声音替他鸣不平 原因是他穿的一件数码印花秀服不算好看 但刘文对此就有自己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挑战 做很多不同的样子 这也是我的模特职业工作必须的这个可能性 让我跟很多不同的服装 很多不同的这种设计师合作 我自己喜欢就好 对对对 刘文这一年工作不断 整天飞来飞去也够忙的 这次维密走秀完结后应该放假轻松一下了吧 没有没有 因为时装周结束之后 那就是忙碌的这个广告的拍摄 那还有就是刚刚维密结束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些杂志的拍摄 我们其实真正放假 应该会在圣诞节之前这个样子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